13号 中国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和瑞士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 以视频会议方式举行记者会 期间 中国裁军大使李松就美国 英国 澳大利亚建立三边安全伙伴关系等问题 回答记者提问 中方表示 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存约国 美英帮助澳大利亚这一无核武器国家打造核潜艇舰队 涉及包括数以吨计武器级高浓缩油在内的敏感核材料 技术和设备转让 对不扩散核武器条约而言 史无前例 中方强调 除核扩散风险外 三边安全伙伴关系还将冲击南太平洋和东南亚无核武器区 刺激地区均被竞赛 破坏地区团结合作 影响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指出 亚太地区不欢迎核扩散 最近 外国核潜艇在南海发生的事故进一步说明 不远万里 有意到此的外国核潜艇只会兴风作浪 惹是生非 不会受到本地区国家和人民的欢迎 vous提供下 疫情状况 yang刚才提供 是 Aukus 是一个则的则是构本性 number of nuclear proliferation based on code war mentality and never minded geopolitical calculation which constitutes serious challenge I would say to the treaty of NPT 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 in both letter and spirit AUKUS is also an awkward example set by US, UK and Australia in their so-called leadership in non-preferation